Carrie就想問Tesla 咦 厲害 六百六十元入貨 他來認厲害 不如你上來回答問題 你這麼厲害 他說現在可以再加住 這麼厲害可以不可以 你贏了你舊水的了 六百六十 我不排除他會再夾的 但是上面可能 就是你心理關口就逐級逐級來 八百元那些位置 你加不加住 好似乎你是不是有想過加住 你說不是啊 我一向打算一注過就算了 那你就一注過由他坐到尾 因為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是打算分住的 那你如果覺得升了一百元來再加住 那你要想回 你可能有些像我剛才所說的那樣東西 你會不會太深紅的 就是見到他升了上來 是的 你想想650元買 現在你750元再買 OK 那就大概平均價700元左右 突然它震一震下來 昨天都下過的 730那些位置 那你承不承受到 承不承受到先 那如果你的信念是否很強 如果你說信念很強的 可以沒問題 那你就照去 但是你有個想法就是 隨時要震回到7、8的時候 那你化為烏有了 所以最慘的就是 化為烏有不要緊的 它有機會再彈 但是你那一刻擔心就走了 然後它才再彈 所以真的很視乎你承不承受到那一刻 我自己的操作就是 買完就不管了 放在那裡 我也沒有特別再加了 我買了一些TQQQ那些 我就不理會它了 那放在那裡算 然後昨天震下來 我都不再加價 那就搏它這浪 彈到多高就多高 但我出門有留言說 Tesla它是沒有貨的 還追不追呢 現在是否買比亞迪好過呢 這個問題 很難 兩邊的車股是黃的 是啊 我想又是回到節目初說的 你現在入場 你比亞迪的 我覺得你可以先等一等 你等它有機會震一震下來 那一刻才買 我不覺得它會大棍上的 可能下回270邊 沒有記憶 我想今天可能會再 那個叫調整幅度 可能再少一些 可能273 274 那一刻你買上去 慢慢慢慢上去 Tesla就真的是 就是顛縫鬥狂龍 就是由680多 炸到680多 彈上來700 785 我想你真的 就是這樣買 短炒那些 就是你現在好像美股 你都不夠膽買 我現在買來場 駕駛 就是沒有了那支歌仔唱 你都是 就是炒個報復 上去800元 就估回給它 就是我想 for貼士的 就是有時間去炒一下上落的 那這些位置 我也覺得OK的 Tesla